大家下午好 我是KK當 這幾天去出席一個信託基金的峰會convention 遇到一些朋友代理員 unit manager 他們聽說我有寫專欄 有投資股票 私底下他們問我 投資股票能不能賺錢 這個問題很特別 如果投資股票不能賺錢 我看信託基金投資還怎麼 但是呢人是這樣子的 當你 在看另外一個行業的時候 有時候好像是物理看花 像花又不是花這樣子 比如說你也可以問 投資信託基金能不能賺錢 投資黃金能不能賺錢 這樣子 那麼 那麼 隱身下去 做生意能不能賺錢啊 投資產業能不能賺錢啊 都是同樣的問題 只有一樣東西啊 我相當肯定的就是投資 money 不能賺錢啊 這樣子啦 那麼 投資信託基金能不能 投資股票能不能賺錢呢 我們本地的例子 人眼前輩 或者是基金經理 成定五 都告訴我們 投資股票是能夠賺錢的 而且能夠賺比一般回酬 比如說FD啊 之類啊 更好 如果你的方法是對的話 那麼 投資呢有看短期中期長期 短期呢 可能是說一天啊 一個小時啊 一個月啊 三個月啊 中期呢 通常是一年啊 三年啊 左右 長期呢 通常超過三年咯 十年咯 或者是甚至是不要賣咯 這樣子咯 那這一點 我們在投資股票能不能賺錢呢 都起著很重要的作用的 另外 投資呢 其實投資什麼東西都是一樣 我們要看回酬跟風險 風險低 回酬低 風險高 回酬高 有這樣的說法 比如說你投資在 定期存款4% 就是說 理論上是完全沒有風險的 你投資在股票 可能高一點 6% 8% 10% 那麼你面對的虧損 也跟著增加 你投資在一些比較高風險的 比如說 期貨啊 Warrant啊 那麼你面對的那個潜在風險 也是 比較高的 如果有一些時候 你能夠用很低的風險 買到很高的回酬 啊 這個是很值得投資的 這種叫做 market mismatch market看錯了 市場看錯東西了 你算對了 但是也要當 小心喔 可能不是你算對 是人家 算對 你算錯了 這個就是投資股票的那個要注意的地方 那麼投資的方法 一般上我們很喜歡拿技術研究跟基本研究來做投資股票的方法 那麼其實各有各的好處啦 有許多網上啊或者是課程啊都比較注重教技術 他說你一定要懂technical啊 technical比較容易幫助你 比較理性 因為technical是看錯的嘛 啊 其實是因為學習technical呢可能會比較快 也 比較容易用大數據啊 來總結出一個理論 啊 這樣 這個是大家都比較容易接受的東西 如果你學習基本研究呢 有很多數學上的運算你要懂得 所以一些人就沒有耐心 一些數學不好的人也可能沒有這麼有興趣 不過基本上兩個呢其實都可以賺錢看你賺錢在哪裡 也有很多人是把這兩個結合在一起 那另外一個就是投資跟投機 你投資就是用資本來買股票嘛 投機呢就是你相信一個機會 你到底是相信資本還是相信機會呢 其實 投機 或者我們講有些人講賭股票跟投資股票 一線之差 看你怎樣去詮釋而已 不喜歡或者是不相信這一類東西 就讓他們覺得這個是投機 就好像產業很多人覺得是投資 因為時間夠長 有實物 實體的 投資股票呢拿一張紙 花一塊錢就買一張紙 很多人覺得這個很難相信 啊 不過看回來有時候也是 時代 我們的想法要跟著時代改變 以前沒有手機 沒有 smartphone的時候 你怎麼能夠相信打電話不用錢呢 啊 這個就是 時代的轉變 喜歡投機的朋友呢 啊 有一個重點就是 你相信機會 機會來了你要把握 但是如果機會不來 或者機會走掉了 你是不是應該要放棄 放棄呢 啊 這個就是 啊 投資跟投機最大的分別 那麼 關係到投資呢 我們講 講的是有回酬的 所以最低的要求呢 就是要戰勝 通膨 或者定期咯 這個定期我們拿4%來講 其實很容易算的 所謂18年後又一條好漢 如果你投資在一個4%的回酬的 產品 18年後你的本錢會成二 就是說 你投資一千塊18年後 你會得回利息一千塊 這個叫做 rule of 72 你拿72來出事 就是18咯 這樣子 那麼 同樣的道理 如果你投資一個股票呢 啊 很糟糕啦 你被套住了啦 那你要計算一下咯 如果最少有4%的話呢 那麼還好啦 你收他18年 18年後你的本錢拿回來 啊 你的你的股票還是你的 這樣子 跟定期差不多 不過因為投資股票有風險嗎 跟定期不一樣嗎 所以一般上我們預期都會比他 高一點咯 那麼另外一點就是 莊家優勢 很多人以為買股票不是贏就是輸喔 這麼簡單 其實不對的 啊 股票不是叫贏 跟輸 54% 就要機會一半一半 這樣簡單而已 股票呢 有 啊 裝家優勢的 比如說當你買一塊錢 這個股票 他起 就是你贏喔 啊 起到101你賺了一分錢 這個叫賺 他跌 你輸喔 他跌了 啊 一分錢 99分 你就虧了一分錢喔 那麼他不跌不起一塊錢 你賣回去 你叫做打核嗎 啊 錯了 其實 買股票我們都知道嗎 有commission 有stem duty 之類的東西的 你要給水錢的 所以 如果你是買一塊錢 賣了一塊錢 你還是要輸水錢的 喔 所以股票的投資方向呢 是 有裝家優勢的 對方開盤 你買 你永遠只有三分之一贏的機會 喔 你不是 二分之一贏 二分之一輸的錢 你另外三分之二呢 是輸的機會來的 這樣 既然你輸面比較大 贏面比較小啊 你當然是要做好 一些基本上的研究 才好買賣 而不是 隨便停個消息就進去 然後錯了 哇又虧錢 這樣的情形 那麼最後 有人說 投資賺錢不容易啊 所以 其實投資什麼東西都不容易 你以為投資產業容易嗎 我看那些 201314年的人 買了產業到現在差不多要開 腦子了啊 他們還沒有辦法 尤其是想短期賣出去的 賣出去 這樣變成要公了喔 無端端 逐竟要套房 同樣的買股票也有這樣的可能性 所以 巴菲特 什麼人是巴菲特 巴菲特 就是 投資領域的 一個 大贏家 股神 所以 你不妨學巴菲特 他有很多很精壯的那個理論 能夠教導我們怎樣 叫做正確的投資方法 喔 所以 投資呢 有時 要好像買產業這樣啊 你買產業你沒有理由買了一間又一間啊 啊 如果你有本事買了一間又一間 那麼你買股票也可以買了一間又一間 沒有問題啦 這樣你買股票 買產業是做選擇性啊 你買股票也應該要這麼選擇性啊 喔 花心機去研究 有耐心的等待 然後有機率的進行你的計劃 少一樣都不可以的 所以 在這種情形之下呢 啊 有時呢 靠用一個信託基金常用的那個定二定量的長期投資方法呢 也是對的 那麼講回又講 最後 回答我的那個朋友的問題啊 啊 他說 投資股票能不能賺錢呢 能 我們有很多例子可以證明他能 只是 呃 很多人都不相信而已 就比如說 他在從事 他跟我一樣他也是從事在信託基金啊 啊 我們都相信信託基金能夠幫人家賺錢啊 而且能夠賺到比 可能比定期啊 更好的回收啊 喔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這個行業我們可以 找例子出來 舉出例子出來 同樣的 股票也是一樣 只要你的心態正確 喔 呃 你舉一個 舉例子出來 比如說 大眾銀行啊 圓頂啊 這些啊 長期的例子 都是對的 所以說 股票呃 從來沒有說他欺騙你 騙你是會賺錢 叫你進去了 然後讓你虧錢 欺騙我們的是我們的心態 我們的心態不正確呢 啊 投資什麼東西都不賺錢 不然也沒有人覺得 喔 moneygame 可以賺錢是一種投資 這個是我 堅決 不贊同的 我覺得 moneygame的那種投資方法 剖析的話啦 啊 是不可能成功的 有機會我們 花一點時間來談談這個 金錢遊戲啊 為什麼他會失敗 今天就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